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Kitty 以及我身邊另一位主持 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袁醫生有四科專業資格 包括自然療法、同類療法、脊椎神經科 以及表列中醫 袁醫生你好 Kitty你好 大家好 上次上兩集我們都說到 有很多關於抑鬱病的解決方法 我們最新知道有個報道 是講關於有很多人 都有患到心臟病和中風 和吃抑鬱藥是有直接的關係的 袁醫生你能幫我們講一講 我們兩集都跟大家分享很多有關 治療治療處理抑鬱症這個問題 但我也知道現在很多人都是會 中風或者心臟病發死在那裡 為什麼會這麼多呢 最近有個資料開始看到一些關係 抑鬱藥有很多人是不斷服食抗鬱藥 而這個最近研究發現 原來這些抗鬱藥 有可能會導致現在人 為什麼這麼多人是中風和心臟病 這個研究在哪處呢 在美國的Emory University Emory University Emory大 這是挺有名的大學 這班研究人員 跟進了513位中嚴的男性 這513位都是在越戰打仗的軍人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他們全部都是一些TWINS 即是孖山的兄弟 在越戰裡收集出來 好了 因為用孖山兄弟的做法 可以減低了遺傳的因素 我們只是看看環境的因素 如何導致我們遺傳方面的因子 能否表達得到 好了 這個研究的主要大道的作家 是叫Emich Shen 他是Emory大學的一個心臟科專家 他也發現了 這個就是 我已經知道了 很多研究都指示出 其實我們血管硬化 跟我們的延齡增長是有直接關係的 通常來說 可以這樣說 我們滿延的延齡增長 我們的血管壁的收縮 血管壁差不多會增加到10個微米 即是血管壁一直越厚 令到我們的血管的通道減弱 一般來說 以我們年齡的因素影響度 大概是每年我們血管壁的加厚 是大約10個微米 好了 在我這個研究裡面 他發現 在用抗抑鬱藥的人 平均增加到40個微米 即是我們血管壁的裡面那層 和中間那層的血管壁是增加到的 而且他們看回他們的 那個carotic artery 即是頸椎的大動物那裡 平均來說 差不多是他們比沒有用藥的人 是老了四年那麽多的 好了 我們知道現在的 所謂新一代的抗抑鬱藥 通常它是幫助什麼呢 是推高我們的所謂血清素 血清素 是一種神經傳遞的物質 他們都認為能夠改善 我們身體的血清素 是會幫助我們處理抑鬱這個問題 好了 你知道很多時候 我們用一些藥物去搞某個位置 某個部位的傳遞訊息 或者那些分子 很多時候表面就好像很好 但也一定有其他不良的一面 譬如來講 血清素原來都在我們那個牆壁會出現 即不是只是我們的腦裡會有的 我們的腸壁會有的 我們的血小板裏面也有的 所以我們根本都不太知道 如果我們強行把我們的血清素 強行提升它之後 來改善它的新陳代謝 那個後果會怎樣呢 好了 我們起碼知道 這些血清素 可能表面上 就會幫助我們抑鬱的問題 但其實它也會令到我們的動物血管老化 所以這是一個挺有意義的 很重要的資料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令我們身體自然 可以生產這些血清素呢 其實這個工具都有很多的 那我待會呢 我會再跟大家介紹多個工具 就是用這個方法 就是 其實這個我們以前也提過一下 那我一會兒 我就會再詳細說 那這個工具呢 就叫做 5HTP 5HTP 那我英文呢 中文叫做 五經濟色胺酸5HTP 那一會兒 那一會兒我就會跟你再說 那我現在呢 再想跟大家介紹 那這個資料呢 是由Dr. Robert Rowan 那個 我叫做Second Opinion 他的那個刊物 我呢 其實呢 跟大家分享很多資料呢 都不是我自己作的 肯定不是我自己作的 我通常呢 都是在外國呢 我訂閱很多這方面的健康的資訊 健康的所謂的那些 那些Newsletter 那其實我今天呢 很多時候呢 跟大家分享我 這方面我手上的資料 好了 那我知道用營養方法呢 是很重要的 那那 但還有一件事呢 你猜不猜不到的 那Dr. J. Rowan 是他那個 他那個 他那個 他那個月刊那裏 那裏 他就介紹一件事 他說 有一次他有個 有個病人 那這個病人呢 自己呢 是一個都有名望的 一個心理學家 Yong Jin Yong Jin Psychologist 那他自己就來找他 那當然這個病人呢 其實都年紀相當大 那四年前呢 就喪妻 那這件事呢 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那他情話呢 他說呢 他那個問題呢 不是只不過 就是沒有人煮飯給他吃啊 或者一般那些家庭的東西呢 他有時候呢 可以這樣說呢 他進入一個很厲害的 情緒低落 他自己是一個心理學家 Yong Jin Psychologist 來的 那當時呢 Robert J. Rowan 其實他在醫治其他事情 因為他自己是一個 一個心理學家 那自己情緒抑鬱 那很可能覺得自己 都會有辦法處理 那所以他當時去醫治他 是醫治他什麼 醫治他的血液循環 比如說少了 血管壁失之一類 那他呢 就用什麼呢 用臭氧療法 Ouzone Therapy 那臭氧療法 那做法呢 就是 在這個山水裡面呢 是抽取 或者50克血 然後呢 就將那些血呢 就用臭氧來混合 那就是 將那些50克血 讓到 50克 100克 我在德國的時候 我都學過的 就注射一些醇的臭氧 令到你的血液充实臭氧 即是氧化这方面 前一段时间我都和大家讨论过 关于最近的美容事件出现问题 我都和大家分享过 当时出现血溶血 血液突然凝结 这种病例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发生在病人进行血液的治疗 如果当时我们发现病人有这种全身性的感染 其实有种可以做是即时帮他做臭氧疗法 或者用伤氧水注射 伤氧疾病人通常是0.3% 是很少量的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种问题 是即时治疗的手法 其实是用臭氧的 当然香港的医学界 没有人会不认识 虽然有人用 可能坊间也有少少人会用 但都是很低调的 所以他们就会这样做 免得被医学界来弄他们 那麽好了 那当时他帮病人做臭氧病毒 然后两个星期之后 他有不可思议的事 他说一般出现的抑鬱症完全没有出现 他说他现在可以将他平时遇到的问题 可以由一个正面的方面去看 就不像以前遇到这些情况 他感觉是很抑鬱的 你知道他说我们一般人来说 都是想着身体需要的营养 通常我们都习惯用营养的方法去处理这些问题 因为某个程度上 我现在再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身体会有问题 会有抑鬱呢? 其实某个程度上都可以这样说 我们身体的神经系统神经线里面 有一种叫做能源的单位 有ATP ATP是一种能量的单位 如果我们身体的脑神经系统里面 这些能量的单位是少的时候 某个程度上 我们的传递脑传递的物质 处理达力的能力应该都会减弱 就是说 原来我们过去通常 叫人吃的食物 生机饮食都会改善得到 因为整体营养改善了 身体的使用能量的能力加强了之后 其实也可以处理到我们的抑鬱问题 但他说他从来 他这次第一次发现 原来用那个养分疗化 将身体的血液循环 养分的应用组织 自己身体组织应用养分的能力加强了之后 竟然连抑鬱症都可以同时处理 所以这个情况其实都非常之合理 因为我们上两集都说过 对不对 用运动 做运动 对不对 我和大家说过 我们都和大家 要减少预防的情绪低落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就是要经常做运动 做运动很明显 会增加我们身体的循环 增加我们身体的带氧能力 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直接解释到 为什么我们叫大家做运动 会减少你的情绪低落呢 好了 第二个工具我和大家说 晒太阳 每天是晒半个钟头的太阳 这个也是很直接的帮助到我们 因为太阳光的光线 红产黄绿青柳子 其实某程度上是能量的营养 这一本书叫做运动 有一本书叫做运动 一位银行家 他研究了光和健康 叫做运动 一本书叫做运动 七年代已经有了 他发现我们的身体 可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在地球的北边居住 在冬天不见太阳 就会出现一种季后性的情绪低落 其实这和我们的光线有关 所以经常晒太阳 也可以帮我们减低情绪低落 还有一个就是睡觉睡眠 睡觉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什么病都好 如果睡眠不足 我们处理疾病 我通常第一件事 就帮助病人搞好睡眠 什么病都是假的 因为你的身体是靠睡眠的时刻 调理和执拾身体 身体整体的身份 所以我们处理任何健康问题 如果我们发现有睡眠的问题 我们第一手先帮助病人搞好睡眠 这三件事 晒太阳 每天晒半小时 其实在户外做运动就最好 一次过可以做两点 没错 当然在香港就绝对没问题 比如有些国家 都可以的 有雪的地方 你没做过 行雪 snow skiing 你也可以做得到 第一 原来西药会令到我们血管硬化 大家都共识 都是我们年纪大 血管一直脆弱 硬化老化 原来吃这些抗抑鬱药 其实本身的副作用 是令到我们血管迫硬化厚化 然后应该增加我们的中风和心脏病的机会 这是一个很足够的原因 我们在处理抑鬱问题 尽量不要用抗抑鬱药 除非必要 其实我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工具 我相信如果真的大家 一早有时 立即用这些自然的方法 你不会弄到最后 都要用这些这样的化合药 才能够办 对不对 是的医生 我之前也听过 人家说冬天抑鬱症 在北方的地方 他们全年很多时间都是天阴 所以很多人都玩到抑鬱症 可能都是这样说 因为没有太阳 我们在香港 因为香港是压热大地方 我们全年很多时间都应该有太阳 这几天就凉外 天阴阴地下雨 但是我们香港人 很多人都有抑鬱症 我就在想 会不会有其他食物可以帮助呢 例如我听人说喝牛奶 睡觉之前喝牛奶可能有帮助 那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医生 其实这方面的资料都挺多 其实牛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叫做Tryptophen Tryptophen Tryptophen 我们中文叫做什么呢 叫做色胺酸 L-Tryptophen 色胺酸 有时候你都看到 有些人晚上睡觉 他就会用一杯牛奶 喝一杯暖奶 或者吃点朱古力 那我们发现原来 因为牛奶里面 含有这种 安基酸 叫做L-Tryptophen 在过去一直都有这种产品 在市面上都很流行 那我们发现 好了 但是直到1990年 美国的药物 食物药物管理局 就开始将它 除了下来 市面上的架 他说 原来 这种这样的 他当时以为 一种营养产品 是会导致一种的病 这种病 是叫做EMS Eosinophilia Myalgia Syndrome 中文叫做浩尔虹血球 浩尔虹血球 增多肌痛症 那就是说 是血液里面的 Eosinophil 这个是 斯耳虹血球 这种这样的 增加了 导致你肌肉 冤痛 那好了 他当时 他就以为 因为那些人 是吃了这些 释胺酸 Tryptophen 这个产品是导致的 那便立刻将它 禁止了 那当然 这种EMS 这种病 其实是可以致命的 血液的疾病 通常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出现呢 一般来说 通常是 起身从感染 或者严重的过敏 有时候我们 预验血的时候 我会将 最基本的血 即不同的血球 白血球里面 有Nutrophil 有Lymphozy 还有一个 Eosinophil Eosinophil 通常它的成分 很少 低于1% 有时候 你会看到 我们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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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分布 发现Eosinophil 多 通常都是代表 我们的血液 身体里面 有很多寄生虫 这种感染 或者是 严重一点的过敏 这种情况多 亦都会引起 这种这样的 就是 红血球增多的 肌痛症 这样解释来说 于是他就以为是当时市面上 那些人常用的 Tryptophan 即是 L 色胺酸 这个胺基酸 产品 是导致下令 将它脱下架 好了 最后 美国疾病防止中心 慢慢追踪 发现 其实增加这个病危机 原来是因为 日本有一家工厂 出产一批 色胺酸 受了污染 看到那个原因 其实不是色胺酸本身 只不过是 这个制造过程 它就受了污染 它用了一些 过滤的过程 就是不小心 而当时这家公司 这些色胺酸的原料 当时60%都是销售在美国 其实只不过一间 原料厂 制造过程 污染了 而导致的问题 令到非常有效的色胺酸 Tryptophan 被禁止 禁销 当然 我们行内人 也知道 这是一种借口 因为当时色胺酸 Tryptophan 是用来处理睡眠 即失眠的问题 你知道了 失眠的人 是很多很多的 香港估计 起码有30万人 是长期失眠的 也有些人 睡眠质素 也比较差 对不对 我知道了之后 其实这个是一种 我们说 不要说是阴谋论 这个是真真正正 他们的目的 是想减少这些有效的工具 但是知道了 这个世界很有趣 即是你有将梁计 我有过长梯 其实你按了Tryptophan 其实我们也知道 在我们的身体的 伸臣代謝的过程 是食物环的过程 其实有很多很多工具 对不对 原来另外一种工具 我们叫做5HTP 我们叫做 径基色胺酸 我希望我的读字是没有问题 有字读字无字读边 叫做5 径基色胺酸 5HTP 原来在我们的身体的 新臣代謝里面 我们一向都很强调 现在的医学理论 我们的身体的情绪问题 与我们的身体的血清素有关 是我们的神经传递物质群组里面 扮演一个很主要的角色 它可以将一些信息 传递到大脑里面的化学因子 因此它认为抑郁病的原因很复杂 但毫无疑问 中间存在很多的有法原因 但一般普遍都认为抑郁症 和神经传递物质的密切关系 所以特别是血清素 我也知道很多时候 血清素可以处理的问题 不单止抑郁症 我会发现有些人的忍头 想忍、喝酒、咽忍等 焦虑的问题、强迫症、侵犯性的行为 和抑郁症都与我们身体的血清素有关 但我们不清楚身体的神经传递物质是很多的 如何运作会导致抑郁症 其实我们在某程度上也不太清楚 但现在一般都普遍认为 血清素是一种叫做幸福的分子 叫做HAPPINESS MOLECUE 因为如果发现 如果我们缺乏了血清素 很多东西都没有什么兴趣 缺乏兴趣做任何事 我们市面上有最普遍的血清素药 例如百丘解、左六伏、沙洛、纳普林 这些属于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 例如SSRI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 这种抗抑郁药 可以抑制大脑内血清素的新层代謝作用 可以令到血清素在脑内平留得久一点 所以血清素愈多 我们的心情愈快 医生刚才说到 Ltryptophan 我们在外面应该是买不到的 刚才也说到 在牛奶里面 我们可以拿到色肝酸 Tryptophan 除了牛奶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食品 我们可以拿到同样的功效呢? 其实是经过那次事件 当时以为是Ltryptophan 导致的问题 红乙球增多的肌肉痛 结果根本不是这回事 但结果 Ltryptophan 即是色胺酸 都被它抑制了 市面上不让你买 公开买 不是完全禁止了 其实你可以去看医生 如果医生肯用这个工具 他就可以去看医生 社方开买得到 但当然 价钱比过去三四倍 其实一件安全的东西 是绝对不需要採取这个手段 但始终我跟大家很多次说 很多东西是我们的天然食物里面找得到 Ltryptophan L式氨酸 其实在什么地方呢? 圣诞节吃什么? 火鸡 没错 火鸡肉里面 原来含有很多色胺酸 当然香港人吃鸡 吃鸭多的时候是火鸡 但起码在圣诞节吃 可能也能解释到 为何圣诞之人会开心些 因为Ltryptophan 火鸡肉可以找到 还有很多海鲜类的食品 其实都是找得到的 好了 我想跟大家说过 很多时候天然的工具有很多很多 你不让我市面卖的色胺酸 其实我们出了另一个工具 叫做5HTP 原来5HTP 效果是比色胺酸更加好的 因为5HTP 变成血清素 只是差了一个转化合成的过程 我们身体需要由Ltryptophan 变成5HTP 5HTP 就再转为血清素 可以这么说 5HTP 转为血清素 比Ltryptophan更近 所以在5HTP 所以在5HTP 和色胺酸更加不同的地方 它不单止可以变成血清素 原来它也可以提升另一种物质 叫Catecholamine Catecholamine 叫做 Isa-Funon 这个字应该也可以 Isa-Funon 代謝 Catecholamine 生存代謝 还有多巴胺 和正腎上线素 Norepinephrine 这些是另一种 与我们身体的情绪有关的传递物质 即是5HTP 为何治疗效果 比Ltryptophan更加好呢? 因为它影响的东西 其实影响可以其他所说 其他传递物质 即是说 它除了证实可以提升我们的血清素 当然可以改善轻度 或者中度的抑郁症 即是我们有时候 食物里面如果真的很严重 或者已经搞了很久 吃了很多药 食物破坏了这种问题 未必可以用一种 简单的食物可以处理得到 但是肯定在轻度和中度的抑郁症 已经在医学上证实了很多次了 还有血清素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血清素 会帮助你变为什么? 变为褪黑激素 大家知道褪黑激素在哪方面有作用? 褪黑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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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休息一会再回来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www.natural healing.com.h 大家好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柜医生 刚才你看过 有一个很天然有效的抗益骨工具 5HTP 现在至今为止 有没有研究是对5HTP 以及其他抗抑郁药的比较 对了 我从大家都很详细 是讲了很多关于5-HTP 那 就是很正常 那些人会问一下 那有没有真正正研究过呢 5-HTP有效 以及其他抗抑郁药 是否好过它呢 或是一样那么好呢 那当然 所以大家分别也好 起码用5-HTP 是不会有什么产生副作用的 那么所有那些抗抑郁药呢 是那个副作用呢 我一开始都跟大家提及了 就是会可能会导致你那个心臟病化的机会增加了 以及中风的机会增加了 因为他们的研究 我是用了一些叫做Train的那些brothers 那些孙生的那些兄弟 那发现其实用那些抗抑郁药呢 是会令到你的血管壁 是硬化增加快一点 以及也会老化的 其他的研究呢 例如比较快 比较快HTP 以及叫做 是腹腹沙鸣 腹腹沙鸣 腹腹沙鸣 另一种类似 叫做PROCEX 白幽解 名字好听的 白幽解 什么的幽类都解释了 PROCEX 还有就是帕罗西丁 PREXIL 很普通的 还有是佐洛福 SSRI 梳洛 这些全部都是这些叫做SSRI 这种抗抑郁药的研究 受试者每天服用3次 Five HTP 100 毫克 还有伏伏沙鸣 50 毫克 标准用量长达6个星期 其中比较多的患者 但是发现用Five HTP 是感觉好的 即是多人感觉好的 同时Five HTP 的效果 是比伏伏沙鸣 是快速的 更快了它 效果又好 另一个研究指数 有一些对抗抑郁药的治疗 是完全没有反应的患者 但用了Five HTP 之后 情况有显著改善 即是你看到 即是它的效果 不单止是有效 其实是比有些抗抑郁药 效果是更加好 更加快的 是 那这个Five HTP 还有没有其他功效 除了抗抑郁药之外 是的 其实千年的工具 很多时候 它的应用的地方 其实都很广泛 譬如有个研究 就发现 原来头痛的问题都可以 因为慢性头痛 是经常性的 不是间中性 睡得不好 患者身体组织的血清素 通常含量比较低 有些研究人员发现 扁头痛或者慢性头痛 是一种低血清素的综合症 有些研究 成人和儿童的证据显示 Five HTP 是有帮助于 减缓严重 或者经常性的头痛 包括紧张性的头痛 和扁头痛 尤其是治疗 曾经患有抑郁症 或者20岁以下 就有严重性头痛的人的效果最好 大家可能都有关联 有抑郁和慢性的扁头痛 在服食了Five HTP的同时 在研究中也有吃点止痛药 但也证实了这方面是有帮助的 慢性的扁头痛 或者严重性的头痛 还有一些证据显示 Five HTP 亦可以帮助舒缓纤维肌痛 Fibromyalgia 纤维肌痛 有些人经常以为自己风湿 其实年轻的很多都是纤维肌痛 有个研究指出 每天摄取300毫克的Five HTP 可以减轻很多纤维肌痛的症状 包括肿痛、神祖姜硬 神僵 即是早上起床很紧 睡眠障碍和焦雷 都可以帮助 单份100毫克 夜晚黑剂量的HTP 是可以改善睡眠的质素和深度 因为睡眠这个问题 过去就一直用了L-Tryptophan 对不对 L-Tryptophan 但是L-Tryptophan 被人所谓阻止公开售卖之外 现在就用了5HTP 5HTP 早期是代替L-Tryptophan 是帮助睡眠的 还有一点你猜不到 L-Tryptophan 可以帮你达到减重的效果 我以前很神奇 Kiddy 这么瘦就不需要了 因为它能够大幅地减低 你对碳水化合物质的需求 大家都跟大家说过 比较有效的减肥的餐单 就是高蛋白质 低碳水化合物 以及低糖分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你对碳水化合物 水化合物质的需求 直至由大脑里面的血清素 含量的改变 因为令到你觉得舒服 很多人吃东西都是不开心吃的 又是吃那些饭食 很多时候不开心吃的 所以抑制你的饮食行为 好了 在动物方面做过 在人类的研究也指出 它也可以减少这些饮食行为 减少卡路里的泄水 足备肥胖的人的减轻体重 要吃多少呢 每天的泄水来 是大白600到900毫克的5HTP 就可以让你减低食欲和减重 平均12个星期之内 是减少了11磅 就是一个星期减1磅 其实减少不需要太快 你要一个星期减1磅 有很多 一年都有50个星期减少了很多 所以最重要是要有恒心 慢慢地做 不要太刺激身体 会开始有反弹的状态 好了 有一位寒 针对19位肥胖的妇女 进行一种伤慢 Double Blind 安慰剂 有Placebo的对照的研究 结果显示 这些体重 每一公斤 就用大约8个毫克 5HTP的女士 剂量就是这样 你身体一公斤1kg 就用8个毫克 长达5个星期之后 他们的体重明显地减少了5% 即是100磅就减少了5磅 200磅就减少了10磅 在说5个星期内 都可以的 5个星期内 1个星期都减少了10磅 即是5个星期减少了10磅 1个星期减少了2磅 都减少了10磅 都减少了10磅 在这个研究 接着有跟进第二次的研究 是时间更长的 我刚才所说是5个星期 其实做了一些研究 是更长的实验 都得到证实的 大家可以看到 5HTP的效果是非常普及的 当然 一说到减肥 很多人都是女性 尤其是很喜欢减肥的 他们会问及 在怀孕期间 应不应该可以用这个工具呢 我也都知道 听过有刃唇的抑骨症 对不对 如果这个情况之后可不可以用呢 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 人神期间服用5HTP 有什么影响的资料不太多 所以最好 如果你自己真的要考虑这件事 可以问一下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起码对治疗有认识的专业人士 不是一般的西意 一般西意不懂就不懂 但是在外国很多西意都研究得很好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之后 你可以暂时都不要用这个工具 但是我也都知道 5HTP 会影响 乳汁的分泌 一种避雨激素 分泌乳腺的激素 所以在暴雨期间的妇女 最好都是避免应用 因为你是需要 肺炎乳腺的肺炎 肺炎乳腺的肺炎 也会影响这些方面 所以除此之外 我相信5HTP 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剂 亦可以配搭其他的药物 或者营养补充剂 当然 如果你自己对这方面认识不足够 应该找回 对这方面的有足够认识的医生 是帮你手的 好 这次5HTP 大家这次都讲得很详细 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方面的资讯 所以 这个工具其实很普遍 不是很贵的 很多地方 我们的健康店 其实你们都买得到的 是 那医生再问多你一个问题 刚才你说 我在食物里面 可以吃鸡肉和海鲜 可以拿到天然的5HTP 但是我吃素 那有没有其他选择 那 那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次 是不是 那 工具有很多 如果万一有些人说 我坚持 我应是有动物成分 有胺基酸 是不是 那我就尽量 如果有机会 可以选 我就有没有选择一些草药 是不是 那我相信 很多人都听过 就是那个 Saint John's Wort 是不是 那个冠孽年调 Saint John's Wort 如果大家一向有留意这方面的资料 可能也有在传媒报道过 曾经在2002年 美国医学协会 AMA 发表了一份研究 媒体经常针对这篇研究 就带做文章 因为 姓John's Wort 很多草药 其实有很长的历史 很多时候 应用方法 是用了很多 可能 但是 突然有一篇 这样的文章 这篇研究竟 就是这样说 他说 冠孽年调被证实 对抑鬱症是无效的 一般人这样看 一般人这样看 这个表面症状 很可能就以为 英科学证实过 那个冠孽年调 姓John's Wort 不是我们传统的 所说法 是可以帮助这些抑鬱症 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如果我们不了解 他当时的研究是怎么做 我真的可以说 被他骗了 OK 那当然 结果很多人 就去跟进这件事 没有理由 很多医生 很多病人自己用 都觉得很有效 那突然之间 那个美国医学协会 突然间有一篇 这样的文章 说证实也没有效 其实内里有大有文章 其实很多时候 我遇到这些情况 我真的深入去了解 这个研究 这些发现 根本他所说的 和他报道的标题 是完全一样的 例如我们 简单来说 我们餐厅里面 很多辣椒 辣椒有很多不同程度的辣度 有些少辣 有些多辣 其实抑鬱症 其实都有三种不同的 轻重的程度 根据美国国家精神健康协会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他将抑鬱症分为三大类 重度抑鬱症 轻度抑鬱症 以及躁鬱症 拜托 躁 躁 和抑鬱症 其实每一种抑鬱症 涵盖的范畴都很广泛 而且严重的程度 都会因个人和时间变化而不同 所以每一种 每一个专门抑鬱症的术语里面 还有依赖不同的症状 不同的区分 不同的症状 区分有些轻重的 抑鬱症也有中度或者重度 在2002年的研究里面 所有受试的人都属于中度 甚至重度的抑鬱症 他们不是轻度的伤心 或者蓝色的优惠 或者感觉蓝色的抑鬱症 通常对自己的情绪 已经无能为力 无法控制 而且对很多药物 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其实他用过研究 是用这一批的人 其实这些人 已经用了很多的欲望 在无效之下 才被邀请来做这样的研究 所以 你说 很可能 官业年调对他们的帮助 可能不是很大的 但是 传媒也没有提及其他 因为当时 他们也用另一种药 做比较的 那种是什么药 是左、落、伏、沙、落 是一种很常见的抗抑鬱药 其实对他们都无效 为什么他从来不告诉你呢? 只是很强调 圣John Swart 官业年调无效 其实当时用的抗抑鬱药 其实都是一样无效 如果你说这些事实 给大家听的时候 大家会真真正正明白 所以 这些研究结果来看 如果你要作什么结论 难道你有些轻微的抑鬱 你不应该用这个冠液练条吗? 当然就是这样 因为美国医学会的研究里面 只不过是对大多数严重的抑鬱症 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虽然这是事实 但是很多人的研究人 以及医生 以及很多人的自己身身经验 官业年调 是对困扰无数人的轻度抑鬱 有显著的效果 以及历史 因为官业年调是一种多年生草花的花围 是野外经常见的植物 英文名的瓦是植物的意思 历史上有很久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当时的人都认为 官业年调的香味可以驱除邪灵 在民间疗法上 一直是溶在治疗抑鬱症 以及睡眠障碍方面 有成2400年的历史 到1998年 德国政府已经正式核准 官业年调是一种抗抑鬱的药物 以及纳日全国医疗保险系统 即是说这个官业年调 在德国和欧洲很多国家 属于排名第一抗抑鬱的处方 我刚才和大家比较 在医学上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其中有一个叫做天然药学 有本书 这位专家是史提芬布罗达曼医学博士 他说官业年调在科学上的记载 是接近处方药物 成功的案例比例大概是55% 而这位布罗达曼医学博士 他说有充分证据显示 它的效果至少 包括一种保险纳组 和波士丁 便亦接近很专家 还有录音 一种坏组 和百优解 一种坏组 博士丁 和弗抑鬱 是有同样的 除了这个之外, 我知道观义年调, 亚米加3的氨基酸, 同样的S, 腺肝胆氨酸, S 好像Adenosin, 我不太记得英文名字 其实都是证实可以对心理医生, 在针对这些情绪障碍的药理方面的治疗, 有治疗性或者有辅助性的价值 总之可以这样说, 现在的疗效和安全性的研究数据, 已经可以令你顺服得到 这就是《天然医学》那本书的作者说, 在1996年, 英国医学期刊发表了一份《统合分析》 我们叫做《Metha Study》, 很多不同的研究, 叫做《统合分析》 即不是一个研究, 而是很多方面的研究 重新审查23份关于冠热连条的试验, 涉及1400多位以上患者 带领人克鲁斯林德, 医学博士 他说, 冠热连条是治疗轻度和中度抑郁症的效果比安慰药好 研究人也强调, 目前我们仍然不清楚, 冠热连条的出水物 对其他类型的抑郁症是否有真效的疗效 即是说, 我不是用草药, 而是用里面的物质 永远都是, 遇到这些天然物质 药厂很希望由天然物质找到一个主要成分 从而制造一种成药, 才可以赚钱 如果我教你吃草药, 因为没办法注册, 没办法做抑郁症 所以他们通常都想想想, 到底里面有什么成分 是主要导致这个疗效的呢? 好了, 很多方面的研究, 整体来说 在研究中, 只有10%的人对冠热连条有产生副作用 即是所谓的口肝, 口肝, 蝕噪, 过敏反应, 或者肠胃不食, 都有 而使用这些抗抑郁药的药物质患者 有35%都有副作用 即是比较来说, 即使是 St. John's Watt, 冠热连条 有所谓的副作用 但跟西药比比较少很多 只有5%的人因为副作用, 停止实验 其实这个数据在一般医学研究里面 是属于少的 好了, 很多其他研究都显示 冠热连条具有的疗效 而且可以说基本是没什么副作用 医学期刊里面 1999年 发表了另一个随机 即是Random 多中心Multi-Center 涉及的263位中度抑郁症患者的研究 其中测试冠热连条里面 含有一种活性的成分 叫做金斯图 金斯图 hypericum 的出水物 并且跟安慰剂 另一种标准抗抑郁药 结果显示 在降低抑郁症方面的效果 金斯图 比安慰剂更加好 有一个抑郁症评估的表 一个叫汉米顿抑郁症平量的表 即是量化它 在抑郁症的焦类自我平量表的结果 两者之间差异很明显 因为同时的效果 和抗抑郁药的药物一样好 但副作用少 现在研究发现 虽然抗抑郁药的药物 和冠液连条都可以改善 大家都可以改善 心理组表的量 分数 但只有用冠液连条的患者 是心理上下 不是心理上下 是physiological 不是psychological 是心理组成量表方面 仍然有改善 用冠液连条出水物 负面影响 亦是在安慰剂之内 只是一个心理作用 而比其他药物组低很多 好了 大家研究 到底是里面什么成份 什么成份 导致它有效 因为大家都在同类疗法篇 在同类疗法里面 也有一种同类疗剂 叫pericum 可以叫金丝图 金丝图在同类疗法的领域 通常应用是什么呢 应用是一些创伤神经线 神经重多的地方 例如摊出屁股 摊出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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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神经线创伤 摊出屁股 或者手指和脚指 刺伤了 这种痛很痛 或者有时拔牙 拔牙之后 除了生甘车 阿尼加 是一个主要疗剂 有时 因为它影响牙 神经线痛 便可能用到 hypericum 金丝图 我过去也试过 在这些痛症之下 很多人的情绪方面都改善了 好了 他们研究 有没有其他的成分 是什么活性成分 包括绿元酸 类黄酮 或者养习葱 虫酮 Zanfond 这些 其实他们的原因都是这样的 希望找到一个主要成分 将它成为制造成药 好了 研究人员通常将重点 是放在灌烈金丝图塑 hyperforine 不是hypericum 是hyperforine 这是灌烈年条里面的 另一种活性的成分 好了 根据2001年 研究方面 原来抗抑鬱的主要成分 竟然是hyperforine 是灌烈金丝图塑 不是以为我们以前认为的 以为禁施图 好了 除了抗抑鬱之外 其实它对焦虑 认知功能的问题 疲累 儿童的耳朵痛 神经痛 皮肤发炎 和经前症狠 也有帮助 除了抗抑鬱药 之外 在德国草药委员会 它可以用在焦虑 皮肤发炎 割伤 伤口 和烫伤方面的疗效 在我们的健康店 在同一个疗法的药店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用hypericum 或者calendula 是用来处理伤口的 OK OK 多谢医生今天又和我们 介绍一样 这么天然有效的抗抑鬱工具 好了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 下一集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